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烟烧刚散尽,以美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几经挫伤,决定在美国纽约成立一个协调处理世界事务国际性组织,联合国。 一切准备就水后,大家才发现在这个全球至高无上最权威的世界组织,竟然一块地都没有。 听到这个消息后,美国著名的家族财团洛克菲勒家族经过商议,果断地决定出资870万美元在纽约买下一块土地, 并将这块土地无上地赠与这个刚刚挂牌的国际性组织,同时洛克菲勒家族还将附近的大面积土地一起全部买下来。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,美国很多财团老板和地产商都笑他说,这个真是蠢露的决定。 这样下去不用十年,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财团就会沦为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贫民集团。 而当联合国大楼刚刚建成进攻,隔离四周的地价就立即飙升, 相当于捐款十倍甚至百倍的巨额财富源源不絕涌进洛克菲勒家族。 当初笑他的人,现在笑不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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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